大家好 我是孫允喜 今天和大家講一下三分鐘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兩個焦點 先講一下港股情況 今天市高開之後 一度逼近23,100點關口 不過其後升幅無以為計 回到22,900點左右增持 全日都是收上一位 收2,2910跌21點 成交842億 港股今天早段做好 騰訊主要工臣 今天升4.3元 只不過香港的傳統經濟股 或者舊經濟股表現就一般 拖回市場下去 其中一種包括什麼 新同期地產跌1.7% 三個人底部穿上 走勢一般 令市場升幅無以為計 說回市場 今天的市場 其實外圍方面也有消息 值得講一下 包括日圓上升 路節日股下挫 與此同時 美股逐創歷史新高 威水 加上索羅斯沽空 加上沽空美股 增持了標普500的飲沽期權 本來也值得講一下 不過今天香港發生了兩件大事 兩個重要的焦點 令到市場人士 整個目光轉向這兩個焦點 外圍暫且不看著 起碼一天 兩個焦點 第一 當然是深港通 港會收視後 內地傳媒消息報導 李克強總理說 國務院批准了深港通實施 因為準備工作已經就緒了 還說今晚有記者會的港交所宣布了 九點鐘有記者會講的詳情 畢竟深港通大家等了很久 大家欺憧憬深港通對港湖駐入動力 由今年第一季等到現在 終於有眉目了 如果今晚九點記者會 真的公佈了實施時間 令大家終於願望成真 對港股應該有刺激作用 所以今晚九點大家要 金正貨眼後到實施 究竟記者會講些甚麼呢 如果真的有時間 估計雙股份 明天都有機會升一升去衝起一下 包括甚麼呢 當然是港交所其中的重要 現在港交所是200元左右 估計如果消息一落實 有機會衝一衝試一下前浪頂 這是去年10月的 216元左右 與此同時恆生指數都有機會 試一試高位 恆生指數高位是去年10月左右 23423之約有幾百點升幅 只不過估計衝一衝上去之後 就未必可以維持在這裏 可能衝一衝之後 大家就出現獲利回肚 令指數就回落一點點 所以大家即使見到 新港通消息落實 都不要急追 等市場消化了先 慢慢撐下 就選擇好股來吸納 其中可以吸納的股份 當然包括 最近經常受到北水清內的幾隻重要股份 北水清內的意思 就是透過新戶港通 其中港股通來香港買的港股 這幾隻都是主要的 就是北水賣股票 包括建行 工行 以至匯豐 大家可以點後 就是看著兩個重要支持位 讓顧客回到試一試 兩個支持位 在中間位 所有水平就試機吸納了 兩個支持位包括建行 前浪頂以至五十天線 工行也是前浪頂和五十天線 約四個半左右 四個三二四個半之間 匯豐也是前浪頂約五十二元 五十天線約四十九元左右 大家撐住這位 就司機吸納了 大家知道甚麼呢 就是明天才發生的 就是騰訊 騰訊公務業績 初步現在市場估計 業績增長 是約三成三至四成五度 以往騰訊公務業績之後 通常會出現短線的劃力回套 估計今次都可能會出現類似情況 所以大家就可以這樣看 趁股價出現劃力回套時 就司機吸納 哪個位置可以司機吸納呢 如果增長是靠近下方 就低一點 低一點的意思是甚麼呢 這條藍色線一百八十元左右 甚至說一百八十元低一點才吸納 如果是上方接近四成五左右 就可能串一串一百 九十元以下 就隨時找機會吸一吸去 因為通常騰訊低級 業績之後回落之後 業績對板又會上回去 股價慢慢 所以大家保持明天 出現獲利回套機會 就吸納騰訊 好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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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